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好 又回来我们周末任我们来讲 今天又继续了 Raymond在我们继续聊聊天 好 这件事我想大家每一个市民 就是找律师的朋友都想知道 其实香港的律师费真的是 查律师好贵的 贵得好夸张的 你为什么会说这些 你不贵律师费你出什么量 你怎样妻子 我觉得观众朋友门都会自想问的 其实好像看早前 哪个明星就请哪个大撞 或者是最近美国好戏的离婚事件 用了天价律师费几千万 这样去打官司 打了两个月 那不要说什么 美国说回香港那些 就请好像说大律师上一堂几十万 如果我是普通市民很直接说 如果做错事我没有几十万打官司 那我是不是 阿伯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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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说句他说得对 阿伯勒 我就不用想了 我是冤枉的 但对不起我没有钱就不用想了 都 都挺反映现实的 因为香港的经营成本很贵 直接说也是一个土地供应的问题 经营成本很贵 不像其他地方 香港的租金也很贵 香港的薪金也很贵 你老哥的薪金也很贵 我公司的律师薪金也很贵 公司的律师贵一点 所有东西都贵 最后所以客户要付很贵的钱 还有这个是其一 这个大环境不能改变 因为律师行不可以开在元朗 虽然有很多 好像大部分都不是 中环金钟 上环中环金钟 所以那个经营成本本身就已经不便宜 接着 另一样东西就 没有一个华一的定价 是 所以这样的朋友 还有那个价钱不是很透明 是呀 很多都是 是呀 所以你刚才举个例 请过大律师上一日停 可能是十几万 几十万都有 那这个我想跟电视机旁边的观众说 是真的 一个新进的大律师 你请他上去打一宗官司 他们的收费是逐日计的 逐堂计或者逐日计 因为通常一天的审讯 我们叫一堂 大家的理解是一堂是否一天 是的 所以如果你那宗官司要审三天的 那就是三堂 那大律师就会收你三天的钱 然后你的律师 因为要陪伴大律师一起工作 那律师要收三天的钱 那么问题就是 好像你去看医生那样 你去看医生有医疗卡 你也知道是五十元一次 或者不用钱一次 或者是一百元一次 但是你找律师就不是去看普通科 你找的律师就是性命有关 或者是大专业 就是看专科 看专科医疗卡就帮你拿到了 对不对 是是 那看专科就是专科医生的收费 专科医生的收费 那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很清楚了 那一般我认识的有很多专科医生都是 因为你一进来你早前去了照什么 抢镜 对 大专科医生第一次去照 那医生都收费很清晰的 是 裂了出来 虽然很贵 不过裂了出来 总之你进来做一次这样的腸胃镜 要给多少钱 就是肚餐的 A B C D E 是的 不是清清楚在楼 但是律师也是 那如果你有个简单的 複雜合同要做 简单但又很複雜 通常我这样说 通常我问我的朋友 很简单 帮我看看 很简单几页子 你帮他看看很简单 但是案件很複雜 是的 20页子左右 很简单 帮他看两句 通常 一个简单複雜的案件 想帮忙 你就要看回你们找那个律师 他是否像一个 身体很清晰的专科医生 你一见他 他就明马实假列出来给你看 但是这个行业里面 很多不是那么清晰的 你放下五千元 开了个案件 我帮你慢慢做 可能你离开的时候 你放下五十万 或者五万元 早前有个朋友 那他的律师跟他说 打单案件 你放下十几万 结果埋单的时候 开单给他 过百万 十几万 到过百万 是很普通的 是很普通的 哈哈哈哈 我多留客条 因为我没办法列清楚给你听 要收多少钱 我要打到下去 才知道会有多少工作 怎知越做越多 开单单给他就过百万 因为律师做的时候 有些事情是预计得到的 也有些事情是预计不到的 因为就是对方的取态 他的回复等等 所以大家要找律师做事的时候 最重要是要问清楚 你的律师是做多少收多少 或者是好像刚才我说的 孙科医生一开始 第一次进来 已经可以有清晰的价钱 那你也有个预算 不会失去预算 如果我这么说 Raymond 我预计没有预计那么多 其实是否都可以做 不要想几十万 我只是想要抢镜为镜 我的预计 举例 有人是十万元的预计 有人有二十万元的预计 有人只有两万预计 都可以做的 那你就找到一个两万元预计 帮你做的位置 但是你们找到的时候 就要小心 因为你看看你那个是什么 手术 风险有多高 一个肠胃镜 不是生死有关的事 嗯 就算都要全身麻醉 嗯 都要统止东西 到你的肠里 都要不多 都要开个洞 都可能会有风险的 这些已经叫风险很低 嗯 比如你找个律师 简单到写个遗图 高先生 是 上个月令专庸 不是说想立中遗图 哦火化了 那不知道府上有没有第二位需要这样的服务呢 够简单 够简单 这个最简单 最简单 有人收一千 有人收一万 有人收三万 有人收五万元 也有 那 如果你死了才发现 那位遗图 写错东西 你死不敢币 你死也不敢币 回来找他 你找他也没听到你了 是 那 你给500元那个 陈生帮你写 你不知道他写了什么 是 你又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会有效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写错的东西 那 这些都是 大家要想的 你找一个 专业人士工作的时候 那个 他跟你服务的人是不是一个专业 是 是 当然 如果你服务的人是一个专业的 那收费可能也是一个专业的收费 明白 就是 Raymond也有说的 之前有些我们的节目 我们可以找多几个 就是好像 是 找多几个比较一下 尤其是一宗大案件 或者生命有关 就是心脏手术来的 我这宗是 我去不去达桥 去不去通波仔 喂 真是大手术 你真的不要相信一个医生说 可能有第二个医生有第二个opinion 是 虽然你听过医生的 opinion可能都要付钱了 你进去见到一个心脏科医生你都放下一二千了 是 预了的 一二千就是 但是你听三个一二千 你可能省了很多 三四十万四五十万 之后的冤枉了 或者你找到一个好的医生 你的手术风险低了 底比 是 生命有关 如果不是你找到一个黄鹿的 他真的帮你 在手术之后还要放你血的 做烂了的 我们日中都不知多少这些 案子 你上一手开烂了 开错刀 开错刀做了不应该做的 还要留下笼 有一天烂了伤口 你接着走来 赞律师可不可以帮我上诉 是 补回也不知怎样补 不要说医得好 医药费就更金 厉害 又学到东西了 所以大家记得 我们是有选择的 看多点 问多点 精灵消费者 明白 多谢大律师 谢谢 我们下集再见